奔驰 宝马 奥迪都6折了 B级轿车更是整体失手 20万元的价格线 宝马现在是按揭可以做到优惠9万 3C现在是优惠10万元 而奥迪相对于年初是又降了1到2万元 30万的裸车最低配目前是可以买到的 如果说现在A6还没有降到这个价格 我的建议是再等等 网友说以前的凯迪拉克CT4我根本不敢看 现在我是直接上CT5的 大众系列的优惠你可能根本就想不到 图王目前优惠11万 而本田雅河优惠6万 而家用车我是更加推荐大家入手沃尔沃 因为现在的沃尔沃降价幅度也基本上到位了 S60操控不错21.49万 S90以前怎么得也是一个4开头的价格 现在居然2开头29.69万起 最后豆豆想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最近想买准新二手车的 咱们先打住 因为新车降价都已经成这样了 还买啥二手车 关于新能源可以在6月份之后 下半年再考虑考虑 而燃油车这一波可以冲了 下半年再考虑 下半年再考虑